中美關係惡化 除了影響兩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互動之外 不可避免地影響全球的政治和經濟狀況 究竟這是一場經濟實力的較量 還是中國的崛起促動了霸團的神經 還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之爭 或者說全部都是呢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時大報解》 中美關係可以去到我們用白熱化的字眼 發展下去會是怎樣呢 大家不知道 不過中國不是一個工方 美國是一個挑戰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角度 如何評估這場中美之間的爭論 請嘉賓跟我們談談 今天我們嘉賓 《時時評論員》張紹興 小兄 你好 你好 一個簡單的問題 剛才我說了就是 中國從來不是去進攻美國的 但有人看成就是 中國崛起、強大 那就是挑戰了 但另一方面來說 中國亦都沒有一兵一出在海外 亦都沒有說有 在洛杉磯、華盛頓門口 那裡有軍事演習 是美國現在是挑戰 要制裁、要圍堵中國 這個被動和主動的關係 那是怎麼看呢 最主要是因為 美國對中國的定義 定理是敵人、朋友 還是所謂他們所說的競爭對手 這是關鍵 因為如果你訂了盟友 好像美國和日本、韓國 它是有一個軍事同盟的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要互相幫助 那就不會針對你 都可以有矛盾的 有矛盾那些是大家可以解決的 當然有一些 也有可能是影響到兩個關係 但都不會像現在中國和美國這樣 中國和美國最主要是 美國覺得中國的軍力發展 是比他們想像快很多 那麼它對台灣這個人實 是有很大的不同 跟中國人、普通人的人質是不同的 即是國家觀念問題 主權問題 對台灣的定義 它是跟中國不同的 1972年 上海公報那段 簽了那個上海公報 美國只是認識到 是中國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美國在這個問題上 不挑戰中國 那就等於說 它承認台灣和中國是聯合在一起的 是一個大的國家 這個就是所謂美國的一中政策 但美國同時未承認 那個中國中央人民政府 就一定要拿回台灣 它是說要和平解決 但是其實如果長期拖下去 等於就不讓中國和平解決的機會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一直都說 我們在下面解決的 同時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 到馬英九那時候 它做台灣領導人那時候 是最佳的時間 兩邊是最接近的 三通 貿易 投資 觀光 觀光那個是影響很大的 因為這個是增加了大陸人對台灣的認識 這個是很好的 誰知道蔡英文上台之後不同 蔡英文上來 她就不承認這個 她是想搞態度的 大陸當然就不和她談 這個情況 在美國那邊看 她覺得中國大陸不對 因為你不和她談 但她偏幫台灣 她就不說台灣那邊 不承認那個九二共識 那些 一個是中國 她也不說 她等於是把以前搞的 李登輝 陳水扁 之前搞的那個 兩個論那個 就不要說出來 但是她是做 這個其實更加厲害 所以大陸是不和她談的 美國就說 你是現在單方面改變那個政策 特別是解放官 飛機上去 我們在中國人來說 小時候大家做讀書 大家都明白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大家都是中國人 這樣就不會這樣看 但美國利用大多數 特別是年輕的人 他還沒讀過歷史 他不知道這些 主流傳媒都是宣傳 是台灣是民主 民主就好了 大家都支持民主 支持台灣 大陸不民主 所以大陸不是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要跟他談 這個就令美國人慢慢覺得 好像大陸每次都是人 這樣就把所有的錯 都歸到大陸身上 這個是美國那邊 這麼多年一直搞來的 好了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剛才說 台海的問題 但是從美國來說 我怎麼都不相信 美國會不顧一切 基於它的所謂正義 這個什麼價值觀 就是去拼死去維護台灣 台灣都是它利用的一步 所以台海問題 不是只有一個孤立的問題 是有一個更大的圈 就是美國要圍堵中國 所以我剛才說 你中國崛起 那個就不單止是台灣問題 中國崛起 它覺得受到挑戰 我們片頭也說了 就是說究竟是經濟上 覺得受到威脅 我不能不對付你 又不是 是你挑戰 他認為挑戰 挑戰我這個既有的霸權 我不可以做偽的 一定是一哥 更有人說 不是 不是 這個是意識形態 價值觀的鬥爭 是不是 就是如果 你那套 西方不對的那套 居然可以令到你國家強大 人民生活也好 有人說 那就是證明我不行 不是 有人說 三樣都是 所以這樣來說 台灣是其中一個問題 是不是 它是用台灣拖著中國發展 但是你說過三個方面 其實都有的 譬如經濟利益方面 它已經看到了 因為中國現在很多 譬如高鐵那些是很先進的 如果在這些方面 中國產品可以差不多就是 全世界通行的 都是買中國的貨 對它來說 這個是中國影響力的增長 現在美國 美國人都說 我用的全部都是中國製造的 是的 所以就算美國本身那個 鐵綠其實是很舊的 我在美國住這麼多年 坐火車 從紐約去華盛頓 這個是整個美國火車當中 最賺錢的 但是都跟我們這些高鐵相比 是差很遠的 但是因為你的經濟如果好 即是那些Amtrak 是的 Amtrak 中國的貨品賣到全世界 本身不只是經濟的問題 都是表現到中國那個國家 這樣的強大 政府的政治體制 都可以令人看到 是可以行得通的 這個就等於是 在意識形態那裡 就挑戰了美國 因為美國認為 只是美國那一套 是可以全世界一定贏的 中國如果這一方面都可以做到 美國自然就不用說了 有一些 特別是非洲國家 中國幫助他們 援助他們 是有很大的進展的 很多方面 是真的幫到他們的 在這個方面 美國覺得中國是 佔到他以前的勢力範圍 或者是我們說 動了他的蛋糕 所以他就不肯 就編一些出來 就說好像中國是新自民主義 另一方面 軍事方面 中國的強大 對他來說 其實還沒威脅到他 不是真的去到 像你所說 去到洛杉磯 不是這樣的 但是他覺得不方便 因為中國走到哪裡 都可以 南海也好 印度洋也好 都看到中國灌難在這裡 他不舒服 那麼官方就希望利用這些之後 可以從美國國海那裡 拿多些錢 可以買新的武器 還有做一些新的大個棺欄 這個是他們用中國當的字口 去幫他們自己的狀態 因為美國政府的錢是不夠的 他經常發債 大家都搶錢 如果官方是可以透過這些方法 拿到帶的一份蛋糕 國防越來越大一點 他都有助手 所以他就不停地勸言中國威脅 中國崛起 所以中國就算不出聲 他也是在這裡叫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 其實是美國國內的 本身體制下 他官隊是有這個需求的 所以他才是照這個出來 沒錯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我也很懷疑 就是美國的政客 有多相信 什麼價值觀 什麼意識形態 在他們可能很高利 就是我下一屆 可不可以當選 是吧 所以選民 怎樣令到選民支持我 是吧 我就要做這件事了 就是現在佩洛西去一次 然後每個人都去打卡 對 每個人都去打卡 這樣就可以賺到選票 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可能是最實際 對他們來說 最實際的動機在那裡 是否這樣看 是 這個是主要的動機 還有佩洛西本人 又有他跟其他人不同 你說那個是對的 他們很多人過去打卡 說支持民主 表示他對中國很強硬 這個是有的 佩洛西他自己在那裡說的 是台灣說的 我聽到都覺得他有這個想法 其中他講了一句 他說他跟蔡英文是兩個女人 這次是歷史上是第一次 他就把兩個人提得很高 當作是開創了新的歷史 所以他覺得很興奮 他覺得自己是前所未有 同時記者問他 他也有一句說得很搞笑 他說以前那個議長也來過 我們知道以前吉利奇 來過一次 他說他因為是男人 所以沒人罵他 他這種話都可以說出來 所以你看看他的生態 他為了表示自己的民主棋手 還有為了自己的選票 為了自己民主黨的利益 他一定要去的 但都可以看到 他們有很多私心在那裡 他們這個不只是 好像說是為了民主 其實是有很多 加大很多師傅在那裡 剛才你剛才提到的很重要 就是上海公佈的問題 既然他沒有一個民民承認 就是中央的政府 統領台灣 他不是這樣說 所以大家以往的妥協就是所謂維持現狀 可不可以這樣說 現在佩洛西來之後 這個現狀 不論是誰先動手 現狀就改變了 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 改變了 但是其實是 蔡英文上台之後 就改變了 因為那時候開始他搞那些 這一次台灣其實是用了一些錢 具體幾大條數 我們不知道 但是是用了一大筆錢去遊說 華盛頓那些政客 他們住美國的代表蕭美琴 他就在那裡推動 他真的一間房去敲門 去找那些議員支持台灣 一直這樣做下去 所以他們是主動 台灣那邊是主動放棄了 之前大家說定了 是雙項而行 他是自己搞另一部分 是搞自己的台獨那一套 所以他從那時候開始 就已經開始改變了 所以佩洛西去台灣之前 已經有解放官搖倒飛航 已經是有的 之前沒有的 馬英九那時候 習主席跟他在新加坡那邊見面 那時候是大家的氣氛挺好的 所以從蔡英文上台之後 就開始搞這個 那時候開始有些變化了 現在都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變得多 好 先喝一杯茶 我們回來繼續聊天 歡迎各位收睇 時事大報解 我們今天的嘉賓是 時事評論員張小威 小威兄 我們說一下改變現狀 好嗎 是佩洛西首先動手這個舉動改變現狀 當然你說蔡英文早就已經改變了 中國是回應你才做這個舉動 對吧 現在的情況就是 這邊有些政客 每個人都跟著排隊去打卡 德國的外長還說這個是中國侵略台灣 這樣說 那麼中國是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連續繼續軍事演習 我的理解 軍事演習的目的 是要正正是改變了那個現狀 就是把台灣包在中國的領海領空的範圍之內 其實那個主權的宣示是走前一步 就是你放多少個飛彈不重要 這個是最重要 可不可以這麼理解 這個是可以這麼理解的 因為其實是等於把那個台灣東邊 是太平洋這邊都已經是包了下去 沒錯 如果這樣就等於說 把那個台灣在這裡 就變成了好像內海一樣 當然現在還是國際行動 美國這段時間就說過幾次 就是想挑戰這個 其實挑戰這個行動都沒有什麼 但問題就是 解放軍的目的是讓全世界知道 台灣如果進一步做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同時是警告台獨 如果你再下去 影響到後果是什麼 這個是講清楚 但問題是台灣現在在國際上 在美國支持下 他就跟特朗普那時候不同 因為特朗普那時候 雖然已經是蔡英文 但特朗普那時候 他當時的主要方法是全面打壓中國 自己就出手 無論是貿易、關稅、打壓華為、賣芯片 所有這些都是自己出手的 他覺得可以做得到 他不是一個所謂的國際主義聯合 所以他就退出這個、退出那個 他就退出 現在拜登政府用的方法就不同了 他是聯絡所有的盟友過來 大家一起 他知道自己做不到 打壓中國做不到 他就聯絡其他人 所以去年才是第一次 有這麼多歐洲北約的官藍 去到南海那邊 英國、德國都去了 其實關於什麼事 是的 本來你… 你北帶西洋 是的 所以他是用這個方法 但是最主要他是想在這個地區 就維持之前那個島鏈 因為所謂第一島鏈 就是從日本一路下來到台灣 沒錯 那麼中國如果把整個台灣 東邊都是包移下去 都是我的導彈範圍之內 告訴你這個島鏈是不成立的 我已經是可以過去了 還有觀藍從台灣和日本之間可以過 下一步如果真的再走遠一點 中國遠洋觀藍的失利到那時候 台灣問題就更加容易解決 可以這樣說就是假如以後 你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澳洲也好 你在東邊、北邊、南邊 想靠近這邊 你首先遇到的 就不是台灣的飛機 可能是首先遇到 中央的北京解放軍的飛機 就變成直接在那裡 將他們的防線移出去 這個擴大了 所謂就前線撥出 就撥出到那邊 但是如果真的打仗那時候 真的打仗就不是一定要這樣 打仗就沒有邊界了 那時候就做不好 這個現在就是表明主權 和現在的常態化 這樣做到 是經常在那裡練習 這個可能要拖離台灣 因為台灣沒有那麼多飛機 它的飛機初勢很多 因為就是平時 而且很古老的古東飛機 就算是美國賣給它 新一些都不太行 因為它的飛行員那些機師 他又在空中訓練很長時間 他現在譬如是應付 解放軍的飛機到了上空 他就上去懶 然後剛剛下來又上去 他經常這樣 他不夠 另外就是現在 美國希望日本和韓國那邊 可以幫幫忙 就希望在其他經濟方面 就是所謂低貨 是的 他就慢慢要限制中國 同時他想經濟和政治兩方面做 另一方面就是在全世界 孤立中國 他現在就在越來越多 在歐洲那邊 因為非洲和亞洲 是不支持他的 對他說的那些是未必支持的 就算俄羅斯的制裁 好像印度 東盟 很多國家都未必去制裁 所以錢人會找些同聲同氣 是的 所以他唯有在歐洲那邊 就挑撥一些比較小的國家 給他一些錢 給他一些好處 希望那些國家可以 好像立頭院 立頭院 這些就跟中國在背後搞的時候 拖慢你 同時破壞你的形象 經常都說你是挑釁 很強硬 還有是有些 搞得好像中國做任何事情都是錯的 在這個方面 其實是因為拜登政府本身做不到很多事情 特朗普那時候已經把那些經濟手段 用盡了 現在回頭 關稅就自己都要退讓 是的 他因為沒有其他可以用 還有拜登政府又不像特朗普政府那麼強 因為特朗普上台 他在國會那邊 就算民主黨不支持他 但他都可以做些事情 但拜登現在 他自己本身要通過一個新的議案 那個撥款 都是要跟自己黨內都談好 很久很久才談定 他面臨於11月要去選舉 選舉完了之後 很有可能 因為這次特朗普被人抄家 搞得民意反彈 可能共和黨贏得更多 在參議院那邊 已經是50對50 如果再輸到 拜登就沒有這個支持 在這些情況下 他可能主要的經歷 都要逃到國內的事 在國際方大的方向上 他擺定 就慢慢走 所以他現在自己不夠力 就抓其他人圍堵中國 這個情況 中國應該盡量爭取 在歐洲那些國家 盡量爭取他們 特別是以前比較好的 就像德國一樣 希望可以在國內的疫情 慢慢好了之後 可以爭取他們跟中國 進一步的經濟上的聯繫 沒有退澳 退了之後 就很難再重新恢復了 因為你恢復那個 假設那個供應鏈 如果你斷了之後 人家找到第二個 可以供貨給他們 以後就不會回來了 所以在這些方面 如果中國可以拉住歐洲 美國那邊 他沒有什麼新的 更多的牌可以打 是 俄羅斯就說 烏克蘭就說 天然氣 石油 現在這裡就說晶片 晶片 晶片這一場戰役 中國有多被動呢 就是 當然 那邊的事情也不是一邊倒 因為你 韓國 日本 台積電 某程度跟中國的關係 都很密切 是吧 所以他不會簡簡單單 就說美國說怎樣就怎樣 但是對中國來說 畢竟也是一個壓力 怎麼分析呢 這個問題最近最近 因為美國的軟件 軟件 不給中國 這個是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那個影響 暫時都沒有到這個程度 因為中國本身製造 工藝還是比較低級 做不到這麼小 所以就是那個刺激方面 雖然它是上游 它是那個刺激方面 那個軟件不給你 但是中國在下面 還需要很多年的增長 有些專家說 可能那個測渠 在20年以上 如果中國真的投入去 可以研發到 就算你在理論上 你可以做到 但是你的工藝是做不到 當然 那些機器沒有 有朋友介紹 就說到這些 可以跟日本一些合作 日本也有一些公司可以做到 但是我想都不是很容易 因為日本 它是跟著美國的 還有它自己本身 都是利用美國的大市場 它賣很多比較高檔的產品 不只是給中國 都是給美國的 所以它不減 跟中國合作太多 是的 可能下面做一點都可以 但是大的它不敢做 所以中國在這方面 面臨一些比較難以很短期解決的 不是即時可以解決的 是的 那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 有些致命的打擊 對我們 它對工業是有一點的 但是如果在關事方面 武器方面 其實中國是有一些可以做到的 但是那些 就不是大批量生產的 以前中國 從未發達到現在的程度 是有一些官工場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那個成本很高 還有那個成功率不是那麼高 所以這些情況下 就變成你可以穩定生產 才可以算是過關的 這個跟過關還有很大策略 是 好像你看華為 它的晶片沒有了 之後整個華為的手機都下降了 即是立即下滑得很厲害 沒有了 它的手機現在就不是賺錢了 因為以前它最主要的賺錢都是這個 所以在這個方面 其實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相信 如果真的中國投入很多人去研究 是有可能解決的 但是這個時間就很難說 現在不同的專家 我看都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說是十年 有些說是二十年 所以看來那個差距都是很大的 好 今天我們討論到這裡 謝謝張超輝和力經紀 謝謝 時事大報解 下回分解 是 是 來看